前学生事件又要重演《纽约时报》说 在美工作,中国出生AI顶尖人才占38% 比美国人还多哟 《纽约时报》人工智慧竞争中 中国人才培育赶超美国一文提到一个数据 目前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员中 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38% 美国人占其中37% 我认为前学生在美国被种族歧视 然后回中国的事件必然重演 而且会带着美国最尖端的AI研究工作经验回中国哦 先简单介绍《纽约时报》这报道 报道说,中国培养非常多人工智慧人才 部分原因是,中国在人工智慧教育方面投入了巨资 麦克罗波罗智库的主任马阳说 自2018年以来 中国新增了2000多个本科人工智慧项目 其中300多个在最精英的大学 不过他指出,这些项目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些推动ChatGap等聊天机器人取得突破的技术上 研究显示,目前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员中 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38%,美国人占其中37%,三年前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才中,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27%,美国研究人员占31% 报道又提到川普政府曾颁禁令 禁止中国一些与军方有联系大学的学生进入美国 根据一份联邦起诉书 一名曾担任谷歌工程师的中国公民 被指控试图将人工智慧技术 包括关键为晶片架构 转移到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 该公司秘密向他支付了报酬 这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难题 他们既想打击中国间谍活动 又不想阻止中国顶尖计算机工程师继续涌入美国 我的看法是 美国一方面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特定领域求学 另一方面又让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38% 如果美国要把中国人当间谍 且又连当学生也不行 为何让中国人进入顶尖AI行业 我四年前曾写过一篇 《美国抓学术机构》 《疑似间谍》 深岸人大多是50来岁的亚裔男子 这会造就多少钱学生 曾提到 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会长吴华阳 7日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 突然以一句中文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吴华阳 我是美国人开场 让全场听众一愣 随即他用纯正的英语说 I'm not a spy 我不是间谍 全场听众笑了 四年前 华裔就如同惊弓之鸟还要自清 就中美现状而言 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的2024年最新调查显示 有41%的美国人 将中国视为美国当今最大的敌人 中国出生当然必然成为这些中国人的原罪 亚压利桑纳大学荣修教授 鲁加林提到 就像美版抖音的执行长周寿兹 虽然周寿兹身为新加坡人 绝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 也不可能是中国人 但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汤姆科顿 竟不知道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 甚至在周寿兹说明 他曾在新国服了两年多的兵役以后 还问他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就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汤姆科顿的背景 他被哈佛录取 主修政府政治学 并以优移的成绩毕业 却搞不懂新加坡 非中国一部分 也无知周寿兹不可能是共产党 并且仍然不断重复相同问题 汤姆科顿 汤姆科顿 今年贵庚才46岁 也没传出罹患失智症 可见 这就是美国民意机构主流政党精英的水准 对国际无知到极点 一夜之秋 在美国的中国人或中国出生的人 就算你们规划美国 也必然如同美国华裔精英组织 百人会会长吴华阳 I'm not ESP 我不是间谍 那样的自信到没完没了的地步 而且美国人或美国政府必然怀疑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 除非彻底与中国断绝往来 否则都很可疑 如果怀疑我的猜测 请看哈佛毕业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汤姆科顿 所作所为可知一二 就像当年前学森甚至为美军工作 但因为其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 而被赶回中国 这些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要是有亲戚朋友是共产党又曾经接触 被FBI逮捕也绝不会是空想 至于有没有真的背叛美国的证据 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可以扪心自问 你们有比钱学森对美国贡献更多吗 美国人今天让这么38%中国人在美国顶尖AI企业工作 又把中国当敌国 而且美国社会针对中国人乃至华裔的态度越演越烈 套句当年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前学森回国 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如果在美工作的中国人回到中国 我相信美国终于会认识到 搞AI的华裔回中国 也绝对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Black Jacker 024年3月25日 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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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